大家好,这里是历史万花镜。 在中国历史上,李渭作为雍正帝的宠臣,他的威势与嚣张程度令人震撼。 在他的巅峰时期,他几乎是无人能及的存在,除了皇帝之外,谁都不出。 然而,他的嚣张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? 让我们一同探索这位宠臣的辉煌与威势,感受他在历史舞台上的绝对权利与挑战。 李渭出生于江南一个富裕世家,家境虽然殷实,却并非出生于官宦之家。 按照当时的社会阶层,即便家中有钱与读书人相比,他们的地位仍然是低人一等的。 不过李渭的父母并未因此而自卑,他们希望儿子能凭借自己的能力。 在官场上有所作为。 于是,李渭的父母毅然决然地花仲,竟为他买了一个官职。 买官一事,在当时朝野间是备受诟病的,被视为投机取巧,破坏科举公平的行为。 然而,李渭对此却浑然不在意。 他天生一副豪爽本色,对于世俗的一些成规并不太在意。 就这样,李渭一开始就是一名无品大员。 两年后,又被提拔为正无品。 尽管他的出身和做官方式受到诟病,但李渭对此却浑不在意。 他相信,只要自己有真才实学,定能在官场上有所作为。 康熙晚年,朝政日趋腐败,贪污受贿,官场勾心斗角的现象屡见不鲜。 庸正一上台,就决心痛下智本,重振朝纲。 在这个大好时机,李渭的刚正不阿,勇于认识的作风,很快就引起了宜亲王的赏识。 宜亲王深知,要想扫除朝政现状,就需要像李渭这样不逊私情,勇于认识的官员。 于是,宜亲王毫不犹豫地将李渭推荐给了雍正,从此开启了李渭平步青云的一段传奇人生。 雍正对李渭的围观作风赞赏有加,认为他是自己新政的得力助手。 果不其然,李渭在担任直督期间,对贪官污吏是雷霆手段,令朝中小人物,无不心惊胆战。 有一次,李渭查获一名县令,受贿数万两白银,当即将其隔职查办,绝不手软。 由此可见,李渭是多么一腔热血,对于贪污腐败,是绝不手软的。 和幻一直是困扰大清王朝的顽疾。 每逢汛期,决堤泛滥便成为家常便饭。 雍正对此忧心忡忡,生怕一旦失控,将给国家和百姓带来巨大灾难。 终于在李渭前往浙江任上时,雍正将这一重任,全权交与他处理。 李渭自然不负众望,他针对和幻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。 首先,他组织名利加固堤坝,并在重点区域设置执勤哨所,一旦发现绝口便可第一时间处理。 其次,他在河道中设置了多个分红区,以减轻河道的压力。 再次,他还在河道周边大规模种植树木,以故土互泼。 经过多年的努力,终于使浙江的和幻得到了根本遏制。 离任时,沿河的百姓们纷纷家道相送,足见李渭在民间的声望。 后来,李渭前往浙江视察时,百姓们更是沿街欢迎,可见他在民心中的分量。 除了和幻之外,严正也是雍正朝头等大士。 当时国库空虚,急需重振财政。 雍正对李渭的能力十分信任,于是将云南的严正全权委托给他。 果不其然,不到一年,李渭便填补了亏空,还为国家多赚了三万多两白银。 李渭之所以能在严正上取得如此娇人的成绩。 关键在于,他狠抓了两个方面的工作。 一是严厉打击严犯思严的行为,维护国家严正的垄断地位。 二是精简严正机构,减少容缘浪费,提高工作效率。 凭借这两大利器,李渭使云南的严正重现生机,为国家增加了大笔财政收入。 可以说,李渭在严正上的卓越表现,为雍正朝的财政改革,立下了汗马功劳。 尽管李渭在政绩上可圈可点,但他那骨子示警器和嚣张任性的性格,却也让他在朝中结下了不少怨恨。 他从不对任何人客气,无论对方官阶高低,见面便是一通直言不讳,把不少老臣都说得面红耳赤。 有一次,李渭在朝会上,直接指责一名格老,昏庸无能,逊私舞弊。 虽然这名格老却有其过,但李渭如此无礼斥责,却也让在场的文武百官哗然。 毕竟,李渭才是个年轻小辈,如此放肆无礼,实在有失体统。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,李渭根本就是一个不拘小节,我行我素的人。 更有甚者,李渭每逢弹劾别人之时,还会亲自通知对方一声。 这在朝中,自然是无礼取闹,引起了诸多非议。 不过,李渭对此浑然不在意,他认为光明正大,才是为官之道。 可见,李渭的性格确实过于张扬,缺乏一些圆滑事故的手段。 面对朝野的种种非议,雍正却对李渭有恃无恐。 每当有人奏折弹劾李渭,雍正总会暗中将此事告知李渭,让他有所防备。 更有甚者,雍正还会直接为李渭解围,公开维护他。 有一次,一名大臣奏书控诉李渭,骄横跋扈,玩忽职守。 雍正获之后,当即将这名大臣革职查办,并言辞谴责他无理诽谤,构陷宠臣。 可见,雍正是何等维护李渭,使他如亲人一般。 两人的关系之密切,可见一般。 雍正曾多次私下劝说李渭要收敛些,但李渭总是硬成了事,过后依旧我行我素。 看来,雍正对这位熊孩子是再宠爱不过了。 即便李渭有些过于张扬的毛病,雍正也视而不见。 这从侧面说明了,雍正对李渭是何等的信任和喜爱。 除了李渭之外,雍正朝令有两位宠臣,分别是田文静和鄂尔泰。 然而,李渭与这两人的关系,却是十分生疏。 田文静出身名门,在朝中摸爬滚打多年,自有一番作风。 鄂尔泰则是皇亲国妻,帝位自不用说。 相比之下,李渭则是初出茅庐的爆发户,自然与这两人格格不入。 田文静为官,一向稳重老练,处世袁华世古。 而鄂尔泰则是出身显赫。 做事更多是居高临下,目空一切。 两人的作派,与李渭那谷子直来直去的豪爽本色,简直是天壤之别。 因此,李渭与他们,自然是很难打成一片的。 即便到了乾隆年间,李渭的性子依旧未改。 朝中上上下下,无人能免其口舌之毒。 有一次,李渭在朝会上,直接斥责乾隆,昏庸无能,玩物丧志。 虽然这番话,让乾隆恼羞成怒,但李渭却浑然不顾,依旧我行我素。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,李渭的个性,有多么刚愎自用。 纵观李渭的传奇人生,我们发现,一个人的出身固然重要,但能力才是立身之本。 而性格方面,则需要有所节制,方能避免节外生枝。 李渭正是一个集中了这三种元素的典型人物。 他的经历,便是对我们的一个有力启示。 一味的张扬跋扈,固然可以展现个人魄力,但过于放纵,也会自毁虔诚。 能够在张扬和克制之间把握分寸,方能行稳致远,最终获得成功。 好了,感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次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